嗨,我是永生媽,你正在視乎Toys TV 好,《玩具TV》第27季 最後一集 首先第一件事要冥謝我旁邊的Thomas 為什麼呢? 現在拍一遍 我就沒有那麼好手氣可以按到 老老實實 要按的都是靠老友 就是這個老友,又幫我按回來的 所以今晚就可以看 不過我就叫做保定飛 因為坦白說要介紹GMARMS 我相信真的不夠時間 但無論如何都會組裝一個形態給大家看 我真的想回家好好搬一搬一搬 才介紹 就不會辜負了GMARMS 如果有多謝Thomas 我就代表Toys TV自送這個 水杯嗎? 好,所以 無論如何都好 沒有介紹過 就不差再拿起來 因為初初真的想著 將它和GMARMS結合的 力天使第三世代的機動戰士 天使系列 好,大立米 直接開開了 如果大家都有訂購的話 其實我相信 這隻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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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0比 我相信這次的吸引度會高很多 有買嗎? 有 覺得怎樣? 可以 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還是可以 為什麼呢? 這個 QC 它其實比對上一隻 一隻 力天使 R4 R3 好很多 其實我買了三隻 這個 R3 我才發現原來 它的口紅色 那一格 是 沒有問題 令到它是崩的 一隻都是這樣 壞事不說了 再說說粗口 好了 我趕快叫做 嵌了一隻 大立米給大家看 本身的板件不多 座台 即是台座 以及本身最重要的 G&Armor 以及一些武裝補件 它亦都很 用家朋友 亦都可以分為輕裝型 以後期型 我想這樣說會比較好 因為在前幾集來說 其實本身大立米的裝備 相對比較輕裝 我裝了 我說你這隻 你那隻蝦了嗎? 我那隻好像有點花 哎呀 不過我沒有那麼嚴謹 我很嚴謹 它挺有趣的 就是本身的窗 那個武器掛架 反而在它這個金屬位 那裏 變成了蔡鋼 塞進去 真的金屬位 就挺穩陣的 這個就輕裝型 其實這個 電視機 手機 電話 平板 電腦前面的觀眾 如果大家之前 都有入到這個 R3的力天使 都不妨在下面分享 即是你入了這個正常的 三世代 力天使和你炒頭上的那隻 R3比 你會怎樣去比 都可以在下面自己給一些評價 整隻本身的綠色都很舒服 用回白色的底 其實基本上每一隻高達系列 都會用回這隻瓦白 就著所有marking 亦都非常清晰 這隻 真是說說些兼密的東西 譬如說在這個前面 你會見到 太陽炉的黑痕 亦都可以揭起 讓大家看到裡面 另外就著GN飛彈 亦都可以開出來 做一個發射的形態 裏面是用了金屬綠的 裏面是用了金屬綠的 膝蓋 托高一點點 才向下拉 就會見到其他的GN導彈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力天使的瞄準模式 即是步槍射擊模式 把天使 很溫柔地向前推下去 就可以了 你會見到 焦準器的上色 也很仔細 我一直以為 這個功能是滿鍵的 沒想到 原來這麼發心 對 我最初都這樣想 對 你這樣想 好 現在移動上來便可以了 都可以看著後面 其實就著造型和著色 都很舒服 GN Drive的安全構 很厚 以及本身 這個GN 粒子 轉動時的 螢光綠 金屬綠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整隻東西 基本上 純粹玩而言 都沒得頂 可動方面 你會見到特別 你問我 玩力天使 應該是頭頂向上 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要趴下 做這個追擊模式 所以你可以拉高一點點 頸 才向後咬 它向上望的角度 就會高很多 這個很細心 對 不錯 當然 你會見到 就著頸的設計 因為它在頸 接駁胸 的位置 都有一組的關節 令到它擋高頭的動作 可以再做高一點 而且這一組 好像 可動一樣 整個頸 是拋了出來 雖然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它向下看 看得 即是撿錢 有什麼作用 但Anyway 做多給你 絕對比做少給你 所以左右也不用擔心 控制GN粒子的天線 一定是可動的 不用擔心 就著 你會見到 它在胸口的位置 是做到一個可動的關節 令到它向上動 或者向前動的時候 都有相對應的 一些可動的幫助 這個位置會不會鬆 因為以往 舊幾隻XR 都是這個位置 可以轉 但這個似乎 吃死了 吃死了 應該是在鑄母的時候 扣緊了它 所以變動 它只可以做上下動 或者前後動 變成一個固定的位置 因為那個很舊病 也很猛 是第一隻的XR 是 好了 說回 可動來說 基本上 其實大家看到的 都不會覺得陌生 肩膀 有一個很漂亮的向上可動 對應這個肩膀 它也可以連帶地 有一個很高的可動 這裡會有一個橫切 重點 反而我想說 GN能源帶 在可動動 這個手關節的時候 是會跟著一起動 以及它的長度 是會遇到 讓你動 收回去 會 所以動得很漂亮 可以動 本身手肘也是金屬關節 所以動到極限 就是差不多對摺 而在前碗 它會做多一摺 一摺關節給你 令到動的時候 零零射射射 可以上下擺動 再配合大家耳熟能牆的球形關節 所以手的可動是非常可觀的 而另外值得玩的地方 當然就是 它這個金屬肩膀 可以拉長 有什麼用呢 轉頭說 好 腰 它是零零射射射 你會看到 在胸口或腰的位置 是做了一個前後腹的關節 所以當你向前動的時候 它那個駕駛艙 我叫做駕駛艙 紅色的位置 是可以轉到腰 或者叫做肚臍的位置 變成前後動的時候 就很舒服 2 這隻是新膜 它之前X牙不是這樣動的 是啊 之前X牙真的不是這樣動的 想不到 下面下半身 這個肩膀遮住了 好 再拉高一點 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靠腰和腰的關節 來做左右轉動 這個沒有什麼驚喜 但是是必須的 而且真的很緊實 以往這個位置也是鬆 而且它的搖 是以往夠的 對 你這裏擋 但你這裏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啊 可能拿一圈之後就不敢說 哈哈哈哈 好了 當然了 前裙甲可以動 令到你在大腿關節 或者叫股關節 是絕對不需要擔心可動的 再踢高一點都還可以 都是一個笑傲江湖來的 當然了 橫踢 它都可以做到 over 我不是說 這是真的90度的橫幅 至於膝蓋扭曲度 是剛剛好90度的 而前面大家都見到 它的膝關節的金屬位 是遮蓋的 而且處理得不錯 當然側近這裏 有一個武器掛架 腳腕 你會見到這個腳掌 有一個很誇張的腳踏位 可以移出來 亦都見到本身就著這個構造 它的腳腕是怎樣動 你便可以在整組腳腕關節 大致上便可以猜到怎樣玩 腳背上面的前甲和後面的甲 都有很高的可動 所以對於腳腕的關節活動來說 是完全不會有任何阻礙 所以真的就著可動性 真的不用擔心 這隻東西是瘋的 好了 玩完整隻東西的可動 真的上駕餐了 我們要留一點時間 展示一下這隻G&Arms 真的用來展示一下 因為真的要認真去玩那隻G&Arms 你會見到這個金屬位是很實 這樣就可以插回 這件也好 這件要割 麻煩你插一插 這件可以個別這樣說 前面 後面 後面本身有很多 這裡有三組可以掛三支槍 總共可以掛六支槍 所以這個槍霸真的有點癲 當然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拉出 這個再拉出 變成它在動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它有很多不同的組合可以玩 當你安裝這個駕駛的時候 就要安裝另外原本 它在這裡黏住那一粒PC膠 記得先拉出來 才轉這個金屬關節 好 嘩 基本上全複式的裝甲 就著剛才已經插開的可動位 絕對不會影響到它任何手關節的活動 這個設計真棒 而另外 大家買它的原因 除了外來結合這個 GN Arms之外 用很快的時間去介紹它這個 雙勞用的設計 那就見到本身GM Drive的 裝置 當然最重要就是玩它這一組的可動臂 一 一 二 三 這個很緊 四 五 六 七 八 不斷移到九組關節 所以當它在這隻手 再拿其他武器 基本上都真的 想怎樣玩 怎樣扭都可以 這個留給大家 看看怎樣用你的創意去玩 埋齋 其實我也不想這麼快埋下 沒辦法 因為真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時間關係直落 沒有 沒錯 這個形態其實說明書沒有 但也就著 玩這件事也這麼有創意的話 相信其實有很多日本網站也有介紹過 其實整隻GN Arms Type-E都有不少功能和技術 可以自己去發掘 這個非鷹形態 都會是其中一個挺有趣的技術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你其實手上有這部Type-E 我相信你還可以發掘更多不同個別的玩法 你當它Diacon那樣玩都可以 讓大家看看說明書 這句多一句 我這一集說不完 我真的會下一集再多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我真的不想辜負它 本身你見其實組件不多 組裝上去亦不複雜 不過你會見到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部件都會見到 有很多不同的細節位和兼明 一開始就會介紹如何把背部的組件 裝上去能天使或者力天使背部做stand by 因為它本身有幾個不同的模式 譬如背部背部背大劍的模式 或者雙臂用組件扣著大劍的模式 更有甚者最常用最有型的就是背部背部背著兩組 這個GN動力爐 GN大炮模 再加上 本身其實它還可以正常地變回 這個GN的戰機 以及運用其他組件去組合到不同的GN arms模式 這個是遠遠比原本的設定 誇張和複雜和有型的 所以你就這樣見到 其實現在我揭到第十三個步驟 它已經有一個正常的巡航模式 而巡航模式之餘 你還可以有幾個不同的 即是可以將ICR放進去的正常的機體模式 簡易模式 腳踏模式 以及它這個報稱的簡易裝組模式 所以 I'm so sorry 如果真的想好好地去介紹這麼多不同的模式 我真的回去畫一圈 所以怎樣也好 我旁邊位大佬 剛才已經裝組了整組的GN arms 或者我這段時間交給你 剛才你玩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它有很多隱藏的按鈕 譬如 你的腳是HER 看到嗎 你逐個逐個說 HER在哪個位置 它這個有兩個位置 我這裡動不了 這裡有兩個位置鎖住 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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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裝上去的一部分 它就很實質 基本上整個東西 所有的連接位置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它的按鈕是隱藏得很好 可能是對翼的 隱藏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個按鈕 按鈕就可以脫出來了 基本上它很實質 基本上我覺得它 除了支架那些不穩陣 之外 石傘是不錯的 或者花多一點 也不是花時間 其實你說 最初大家以為盒子很大嗎 我其實也不算覺得它很大 當然也不是小 但是你問我 接受嗎 它給了我想像中小 是的 我也給了我想像中小 但是怎樣也好 玩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地方要留意 玩家 真的要看說明書 每一個步驟都要看說明書 因為它有很多位置都是靠一些按鈕 如果你這樣組裝下去 它是組裝不下去的 我看到前面這個新的部件 或者叫機頭都很過癮 你會看到有駕駛艙 還做了磨砂處理 另外呢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注意 就是怕玩爛 裝了那個時候 如果是裝了這個型態 或者上X 最好就是上支架 雖然它這個位置就不夠穩陣 我覺得不夠穩陣 但其實應該沒有東西 就是上支架 由核心組機 開始慢慢裝上去 就是最好 剛才我一開始是打算裝了一個炮 但是發覺是不穩陣 因為先裝了那個炮 是沒有了東西 很難裝到其他東西上去 就是這樣 哇 好玩 你會見到其實 其實有不少的地方都是用了金屬組件 也有不少的地方 你以為是金屬組件其實是塗裝的 這件事你其實玩上手 金屬組件主要都是在一些 同樣地的組件和組件之間的接駁位 或者有哪些地方有技術有導彈 可以開給大家看一看 這裏是可以退出或退入的 是GN POW 這位是退出或退入 可以退一下 而且很多位置都是用齒輪關節的 就是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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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裏很緊 金屬組件很緊 這裏全部都很緊 就是靠鎖 這兩隻腳是可以退出或退入的 這樣退出後便會比較自然 即是如果這樣退入後 就比較沒那麼自然 這個退入後應該是用XR 坐上去時用的 說多一點 其實這裏組件 看上去是手臂嗎 它其實都可以是XR的腳踏 其實這裏組件是雪鄉 即是雪崩模式的雪鄉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應該一模一樣 在後面這裏應該會突出 繼續吧 有沒有什麼翼 導彈 導彈 這裏可以不可以嗎 這裏可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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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個我們現在用一個 大家沒見過的模式 去想這裏 真是開始 我下個星期會 等熟了 再跟大家介紹 每一個不同的環節 你來吧 我真的沒玩過 我來 這裏是可以 可以 聽到 這裏是可以 這裏是可以 下面一個類似 其實本身應該是 是 結合的 我看有一個空位 這裏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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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坐上去開炮 這裏是 其實我都沒有很熟 剛剛玩這裏 到這裏 都已經玩了不少東西 很厲害了 大致上 現在幾點 老闆 是 3 不過我們還有車仔 OK 好 都沒有辦法了 純粹講 很張勞的介紹 就玩著這裏 因為多一句 你給我一個禮拜 給我一個禮拜 我玩熟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介紹 不過 都在這裏 都不差再講多一點 其實整件東西 原價就是 3,160 是 我當你加上運費 3,200 可以嗎 加上運費 現在都上到 暫時見 最便宜是 4,800 還是4,600 我不建議 坦白說 其實我印象中 任何一些 比較大型的玩具 都不夠膽看很久 變了 這裏有二次 日本有二次 所以 其實大家不急玩 當然你是死時死終 另一個故事來的 但是 over 4,000 我覺得就 4,000 可以接收 有些可以5,000 那些 算了 留給自己玩 也有句 喜歡的 我都覺得可以等多一點 有時用回一個正常的價錢去入手 需要特別 其實 新外物 最重要是開心 3,000 或者4,000 以下 我覺得都開心 不是必需品 真的不需要去接受 這麼離地的價錢 下個星期繼續玩 Hello 我叫SaiSaiBuds Living Plan 你在看的是ToysTV